树大招风啊 肖敬腾也是如此 还有韩剧新兴来的人呢 新兴来的你也是一样 这个是因为沾到了这个韩剧 这个韩式炸鸡大受欢迎 但是在台中逢甲夜市当中呢 有一间由韩国老板开的韩式炸鸡店呢 因为排队人潮太多了 引起其他的业者不满 到店里恐吓要让这个炸鸡店的生意做不下去 老板赶快报警处理 因为如此让韩式炸鸡成了夜市里最红的食品 店外经常排着满满的人潮 不过也引起了其他夜市的摊贩业者眼红 前来恐吓 四名男子借着排队人潮会影响到 其他店家生意为由到店里面狂骂 并且还威胁要让炸鸡店的生意做不下去 感到那个炸鸡店的生意特别好 它影响到他们那个顾客的出入 所以才会去跟他沟通 公然的怒骂他 要让他那个店家生意做不下去 投信韩国老板为了顾及安全 表明会改善 这些人才离去 不过没有多久 他们又进到店里面呛瞎 老板不堪其扰向警方报案 警方则依公然侮辱和恐吓罪嫌 将嫌犯移送法办 记者王一超台中报道